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常常在一些公开的场合里面 看到有些人喜欢当众抓住一个人 叫他站起来记性讲话 这会吓到一些人 因为记性讲话它有一定的难度 他们也不是不尊重我们 不预先通知我们 而是可能没这个机会 先和我们打招呼说 下一个场合我会叫你站起来讲话 三分钟分享 你先做好一个准备 没有这个时间和机会 不过话说回来 我们可以在小动作小细节上 充分的体现出对别人的尊重也不错 我们可以对这个人说 下一个场合里面 我会叫你站起来有三分钟的分享 你先做好准备 虽然是小细节 可以体现出一种尊重 也体现出一种善意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而言呢 我们做好准备的讲话 比记性讲话通常来说要顺畅一些 要周全一些 试试看 在一个小动作小细节上 充分的体现出你的善意 还有你的尊重 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美好的修养 祝福你